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我想再给大家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内容?Tailwind CSS 这个是近几年非常火爆的一款CSS框架 它的增长速度直逼Bootstrap 我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应用,我发现我已经回不去了 以前我做网站,用的最多的是Bootstrap 自从我学会了Tailwind,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天天在用Tailwind 所以说,我做套视频给您介绍一下Tailwind 这么好用的CSS框架,您一定会喜欢它 好不好?OK,那咱们就开始吧 首先看一下我的课程的宗旨 Tailwind CSS是一个工具集 它是一个CSS的框架 可以帮助您快速实现定制化的网站设计 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那么我们的口号是 No,Bootstrap is Tailwind CSS 好不好?咱们就学习一下 我这课程大概也是准备了十几期 准备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如果您对这个CSS框架感兴趣的话 那咱们就一起学习一下吧 首先我给您访问一下Tailwind的官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官网 大家请看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动画例子 简单的几行代码就能够实现非常漂亮的效果 它和Bootstrap的比较 我认为一言以蔽之 Bootstrap给咱们提供的是各种各样的空间 而Tailwind给咱们提供的是各种各样标准化的CSS样式 让咱们更加灵活的定义咱们自己的页面 所以说我回不去了 我更喜欢用Tailwind 没有之一 好不好?OK 下面都是些介绍 OK 这样的话咱们就一起来学习我这条课程 因为它就是开源的 它开源在GitHub上去 咱们一起来访问一下 回不去了 真的就回不去了 大家请看 现在点赞数大概是35K 是吧 35,600 也是挺多的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哪不错 您通过学习我这条课程 您就能够明白 Tailwind原来强大在这些地方 它的可定制化做的也是非常的棒 而且大家往下走 我这还给您介绍一个它的工具包 工具箱咱们看一下 它可以说简化了咱们网页的开发 把咱们标准的CSS的语法 做了一些个封装 让咱们不直接调用底层的CSS的指令 而是用它的这一套CSS的指令集 就能够完成非常漂亮的网页的设计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思路 真的回不去了 我今天已经说了三遍回不去了 是吧 OK 它的定义网站真是非常快速 好 咱们看 接下来我这套课程给您使用的版本 是2.0.2 咱们再回到它的官网 看一下 这应该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如果有朋友还在用1.x的话 希望您能够升到2.0 咱们点下它的文档 大家请看 这地方最新的版本是2.0.2 对吧 那么咱们就用这个2版本 好不好 OK 那么接下来往下走 您如果学我这套课程的 您应该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呢 HTML5 CSS CSS3 其实这样啊 我用Telwind的感触是说 您几乎不用汇 CSS就能够开发 但是呢 如果您汇的话呢 便于您对画面效果的理解 实际编码中 您一行CSS指令 都不用编 好不好 OK 接下来 还要再汇些一个JavaScript 按理说呀 这是一个CSS框架 对吧 Telwind 为什么让您在汇些JS呢 Java教本呢 是因为 我这次给的课程呢 准备给您用Nux.js呢 进行讲解 又是说 可能画面上要实现些效果呢 会用到VUE的技术 会用到JS 所以说呢 您如果汇些JavaScript的技术的话呢 对您学习去课程呢 是有所帮助的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开发工具 这咱不用说了 我现在用的最常用的是这个VSCode 极力推荐 没有质疑 您也可以用Atom Practice 包括这个Nano VI都可以哦 然后浏览器 这次呢 咱们还是使用Clone 您也可以用Firefox 和这个Microsoft Edge 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这个视频计划 和我其他的技术课程一样 我尽量把每个视频呢 控制在三到五分钟 只给您包括一个知识点 然后呢 让您呢 通过这一个视频 学会这一个知识点 就可以了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 做视频的宗旨啊 希望咱们每个视频 不要超过五分钟啊 好 接下来是这样啊 第一套课程 应该就是这么多 我呢 接下来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Tarren的具体的使用方式 它其实呢 导入有多种方式 我今天应试第一期 给您采用相对比较简单的 CDN的导入方式 当然 官方是不推荐您使用CDN的 不是说CDN不好 是因为CDN的导入方式 不能够去定制它的主题模板 当然了 比如有朋友说 像我用那个 那个不多刷笔这样 我不用什么主题模板 我就用它里面内部的 那些空间 Tag就够了 对吧 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你用Tarren的CSS内部的指令级的话 其实您也不用再做什么 这个 这个Nex导入啊 工具包导入啊 装什么Post CSS都不用 您CDN导入其实就足够了 但是 如果您要想定制一些自己的样式啊 比如说封装一些自己的类啊 等等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本地操作 一般来说 CDN导入应该就足够了啊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开始啊 我呢 在本地 咱们呢 就在我这个work面加下 咱们简单的建一个index 好不好 然后呢 拷贝上它的这个CDN的代码 大家请看 这行是导入 通过CDN方式呢 导入Tarren的这个2.0.2这个包 好不好 下面呢 是一些简单的使用 下面的使用方式呢 我今后都会给您讲到 今天咱们先略过啊 咱们就先简单的运行一下这一段代码 看看实现起来是个什么效果 好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然后 我呢 通过本地的一个python呢 咱们开一个http的server 然后仿定一下 好不好 开这个本地8000端口 试一下 够 好 本地是起了8000 我拷贝一下 咱们通过这几行命令 咱们看一下运行起来的效果 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请看 就这么样子 有一个标题栏 有一个脚栏 然后呢 中间这有个大标题 我的那种我做主 中间我也给您放了一个 它官方的图标 Terrywind的CSS 好不好 几行代码就能实现这么一个 简单的效果 我也认为是非常的不错啊 所以说我现在是非常的喜欢 Terrywind 已经回不去了 再说一遍 也回不去 Pullstrap了 我希望您通过学习 我教课程呢 也回不去了啊 真的是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更主要的是 它打包编译后的size 文件大小 也是非常的小 像我用的几十K就搞定啊 非常的不错 弄好呢 我今后呢 会一点一点给大家讲解 然后呢 我这套课程的课件 都会公开在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呢 通过这个网址呢 就能够访问到 同时呢 小马部落专区 欢迎您的加入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分享代码 好 以上呢 就是Terrywind的第一期的内容 今后呢 我会不断的给您介绍新的技术 希望您呢 能够关心我的频道 好不好 OK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接下来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